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呢我们知道如果rf1rf到beta这组机的过度矩阵呢如果是t的话那我们知道呢b就等于t逆at 那么也就是说呢同一个同一个线性变换在不同机下的矩阵是相似的 那么于是呢我们就想啊如何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组机 使得呢sigma在这组机下的矩阵 有最简单的形式 啊在这组机下的矩阵有最简单的形式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机呢怎么选取 那么就和我们这一节的这个概念啊 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那我们这一节呢要讲的是不变子空间 啊这个不变子空间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有一个相似空间是v 然后呢它有一个子空间 啊这子空间的是w 如果呢我们来看w啊在sigma之下的相 啊这个相呢也是一个空间啊 那么这个相呢它很显然 因为我们考虑sigma是线性变换的话 sigma呢就是v到v的子极 v到v的一个景色 那么于是呢这个w的相呢 它显然是v的一个子极啊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 说这个相啊更近一步啊 说这个v呢太大了 如果呢它的比较小一点啊 我们看这是那个v 这是取那个w 如果w呢它的相啊 还是在w里头的话 啊那满足这个条件呢 我们就称 w为v的不变质空间 好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啊 我们说一道不变质空间的一些例子 我们打开书 我们来看一下 286页我们看第一 首先呢这个v本身和零空间 显然在任意线性变换之下都不变 那么它的原因呢就是 因为sigma它是v到v的 v到v的线性变换 那于是呢我们来看这个sigmav 啊那么sigmav呢就是我来看v中所有的向量啊 在sigma之下 它在哪呢 它肯定都在v里头 所以呢sigmav啊 显然的是v的一个子极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说v是一个不变质空间 啊那我们下面再来看零啊 我们再来看零 我们知道呢sigma0啊 是等于零的 这是线性变换的这个特点啊 那么sigma0等于零呢 那就表明啊 这个就这个的向啊 它显然还是这个 啊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还是相等的啊 实际上这个还是相等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零空间 因为零的向还是零啊 所以呢零空间呢 它是一个不变子空间 v呢也是个不变子空间 当然我们知道呢 这两个子空间呢 没什么太大意思啊 呃它太平凡了嘛 我们叫它平凡子空间 呃所以呢 我们看我们主要关心的 就是啊 呃它还有没有别的不变子空间 啊 来看第二 呃sigma是v的一个线性变换 那么sigma的和和向 呃都在sigma之下不变 啊这sigma是一个 呃线性变换 我们来看它的和 下 以下 好我们来看呢 这和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和就是啊 所有的那样的可C 哎 哪样的呢 使得sigma可C等于零的 那个可C 而实际上呢 就是零的原相啊 就零的原相 那么这个像呢 Sigma的像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SigmaKC 其中呢 这个KC啊 是属于V的 就是所有的元素都算上 都算在内 那么SigmaKC 看它是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看 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是个不变子空间呢 要想证明它是不变子空间呢 其实就是要证明 对于任何的KC 属于这个核 我们能够推出来 SigmaKC 也属于这个核 推出SigmaKC也属于这个核 那就说明了 这个Sigma的核 就是个不变子空间了 我们现在看 说这个呢 是什么原因 大家看这定义啊 说KC呢 要是在这个核里头啊 KC在这核里头啊 那SigmaKC就等于零 也就是这个东西啊 它感情就是零 它是零了 是什么意思 你看 这个 因为这个 我们验证过 它是一个子空间了 所以呢 这里面一定有零 也就零了 它是属于任何一个子空间的 所以这件事呢 显然是正确 于是呢 这核 Sigma的核 就是一个 不变子空间 那我们要证明 它是不变子空间呢 那么这个 就是要证明的是啊 对任何的KC 属于 这个东西 我们能够推出来 SigmaKC 也属于 这个的下 就够了 那么这个呢 几乎也是明显的事情 你看 那么这个东西啊 就Sigma 看那KC啊 KC属于这个Sigma的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看啊 KC如果在这里边 就是说 KC啊 能表示成这种形式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能找到一个A 使得 这个KC呢 是等于Sigma A 好 但是呢 说无论如何啊 我们这KC呢 肯定是在V里头的啊 因为呢 Sigma 我们说这个Sigma呢 是V到V的 那么A 它属于V 这KC也属于V 既然KC属于V 那SigmaKC 就是在它的相机里头 SigmaKC 看SigmaKC嘛 就是一定在它的相机核里头 所以呢 这个相机核呢 它也是一个不变子空间 好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是 太简单了一点 我们看例三 所以V的任意子空间 在任意V4变换之下呢 是不变的 V的任意一个子空间 比如这个W 它是V的子空间 然后呢 这个Sigma 它是个V4 V4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SigmaKC 等于KKC 就是对于某一个常数K来说 有这样一个特点 好 那我们现在看呢 如果呀 KC属于W 那么我们现在只要能够推出来啊 SigmaKC属于W就够了 SigmaKC属于W就行 那为什么SigmaKC属于W呢 看这定义 这定义呢 说的是SigmaKC呢 就等于KKC SigmaKC如果等于KKC的话呀 大家看呢 因为W本身是个子空间 W本身是子空间 那么KC要属于W 那子空间呢 就是说有两条嘛 一个是加法封闭 一个竖成封闭 根据竖成的封闭 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对的 那么这件事如果是对的 那么SigmaKC呢 就是在W里头 那么于是呢 这个W啊 就是一个不变子空间 把例四 例四呢 我们令Sigma是V3中 以某一个过远点的直线 L为轴 在一个这个V3里面啊 就是我们这个空间里头 那么空间里头呢 它过啊 某一个过远点的直线 L为轴的啊 然后呢旋转一个θ角 就绕着这根轴旋转一个θ角 那么旋转轴L 是Sigma的一个一维不变子空间 首先呢 我们知道过远点的直线呢 在三维 在这个三维空间里边 任何一个过远点的直线 它都是子空间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绕着这根轴啊 旋转一个θ角 我们像 几乎是像平面一样啊 像平面一样 可以证明它是个线性变换 平面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个呢 给大家证过了 它是个线性变换 那么这个跟那个道理呢 是差不多的 那么以这个东西啊 为一个轴来旋转一个θ角 那么很明显的啊 大家看这个L呢 就是一个不变子空间 因为你绕它旋转嘛 绕着这根都旋转的话呢 这根轴上的所有向量 它还在这根轴上 它没动 所以呢 它是个不变子空间 还有一个不变子空间呢 就是啊 过这个圆点 与L垂直的那个平面 啊 与L垂直还过圆点的 这个平面上头的啊 就这个平面也是个不变子空间 所以为什么它是呢 我们看 你这个 在这个平面上和L垂直的这个向量啊 那你转了半天呢 它还是在这个平面上头啊 它还在这个平面上头 那么也就说呢 这个它的向啊 这个向呢 还在这个平面上头 所以呢 它也是个不变子空间 呃 只不过那个L呢 是一维的 这个平面呢 是二维的 那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所以令Fx是数以F上的 一切一元多像式所成的向量空间 然后呢 Sigma Sigma是Fx呢 到它的导数 这个是求导运算 对于每一个自然数N 令Fnx表示一切次数 不超过N的多像式 呃 连同零多像式所成的子空间 那么Fnx呢 在Sigma之下呢 是不变的 啊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呃 因为啊 你随便给一个 这个多像式Fx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Fx呢 是个N次多像式的话 那么它的导数啊 是N减一次的 那么如果呢 它是个零次多像式啊 啊 零次多像式呢 求完了导数以后呢 就是零多像式了 啊 就零多像式 啊 那于是呢 我们要取定的这个线性空间 Fnx呢 是次数不超过N的 那我们看 如果它要不超过N 次数呢 求完导数以后呢 次数仍然不超过N 所以呢 它仍然在这个子空间里面 啊 所以呢 这就是 呃 就说这个Fnx呢 它一定是一个 呃 不变子空间 啊 下面呢 我们来 给一个啊 这个不变子空间的啊 一个记号 然后呢 我们再讨论一下它的性质 呢 什么 呢 呢 伯益 我不变子空 Unterschied 如果W属于V 它是SIGMA的不变子空间 于是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记号 就是这个SIGMA 我在这个W上呢做个限制 那么它呢 这个就是我们定义的啊 它就是从W到W的一个映射 然后呢它把这个可C啊 就映成SIGMA可C 就映成SIGMA可C 也就是说呢 就这个东西啊 它只在W里面呢 作用到这个可C上 比如原来的这个啊 原来这是一个V到V的 V到V的一个限性变换呢 这是个SIGMA 那么这个SIGMA呢 它的特点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项链啊 都往这里边呢 都用到这里边来 这里边所有的项链啊 在这里边都有项 可是现在呢 如果我们取定一个W 是它的不变子空间的话 这也是你W 那么现在我们呢 这个相当于就叫做SIGMA 在W上的限制 啊 我只作用这些东西 我只作用这些东西 那么这外边的东西呢 跟它就没有关系了 啊 所以如果呢 这个可C 如果可C取自于这 就是不在W里头的那个可C啊 比如说取自于这一个可C 它要不在W里头啊 那这个记号呢 就没有意义了 啊 这个记号呢 没有意义 哎 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可C是不在W里头的时候啊 可C不在W里头的时候 那么这 这个记号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做这个限制的时候 那么就这个里边 相当于我们原来的自变量一样 那么这个自变量呢 一定要取自于这个W啊 那么大家注意 因为W是个不变子空间 所以这边 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可C啊 就在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可C 都能在这里边的找到它的像 啊 这个这里边任何一个可C都有像 但注意呢 这里边的任意的可C呢 可不一定有原像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东西 的确是W到W的一个映射 啊 那么很很明 很明显的 就是说这个Sigma在W上的限制啊 也是一个线性的啊 因为我在这里边呢 取两个向量以后啊 啊 在这里边取两个向量 那么这个Sigma在W的限制上呢 那么其实就和这个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那么这个具有那个线性的那两条 那我们在这个呃 这个限制呢 也满足那样两条啊 或者呢 我们给它写成这样的一条也可以啊 我们再来写一写 比如说有这里边两个向量 A可C加Beta 那么可C和Aeta如果在W里头啊 那它的线性组合也在这里面 那么因为它属于W 那它就等于Sigma A可C加上Beta啊 那因为Sigma是线性变换 注意啊 第一个等号啊 第一个等号是因为它 是在W里头才有这个式子啊 呃 如果它要不属于W呢 这就根本就没有了 啊 那么根据Sigma是线性变换 这就是A乘上Sigma可C 加上B乘上Sigmaeta 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那么Sigma可C啊 因为可C是属于W 所以Sigma可C呢 就是 Sigma在W上的限制 作用在可C上的啊 同样的 因为Ata呢 也属于W 所以呢 这个就是在W上的限制啊 作用在Ata上 啊 于是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个线性变换 啊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还不在于这个啊 那我们来看呢 说如果我给一个线性变换 Sigma啊 它是V上的线性变换 Sigma是V上的线性变换 那么我 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W 这个W呢 是Sigma的 啊 不变子空间 而且啊 这个W呢 还不是平凡的 你说这个W呢 首先 它不是V 这个W啊 它还 不光是零 就说 大家注意 这两个是平凡子空间 如果它不是这两个东西的话 啊 哎 那我们看呢 这个 我们 就设W的V数啊 它当然就得大于零啊 嗯 还得小于 这个 因为它要等于零呢 就是它了 啊 就是这个V数啊 W的V数如果等于零 它就零空间了 如果它要等于这个V的V数呢 它就又得是V了啊 所以呢 在这两个之间 那么在这两个之间的时候呢 啊 我来设 它的V数是N 设 这个V数是R 啊 就它的V数是R 啊 那么如果W是Sigma的 不变子空间 那我们先用它是个子空间吧 它如果是子空间呢 这W呢 就有G 啊 就有一组G 那么这组G呢 我把它写成是RF1RF2到RF2 好 那么大家注意呢 说这R的向量啊 它是W的G 它要是W的G呢 它首先得是线性无关的 嗯 它还是V的向量 那么V中的线性无关的向量 就一定可以扩充成V的一组G 哎 我们现在就把它呢 扩充为V的G 啊 比如说模样呢 就是RF1 RF2 RF2 这是RF2加1 一直到RFN 好 我们把它扩充一下 扩充成这样 扩充成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啊 这个SigmaRF1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注意啊 这些东西啊 可都是在W里头的 它要在W里头啊 那么SigmaRF1啊 就说SigmaRF1到SigmaRF2 因为W是不辨子空间 所以这个东西啊 它也是属于W的 因为它是不辨子空间啊 不辨子空间呢 它就属于W 它属于W呢 就可以由W的G来线性表示 就可以由这个来线性表示 那我们就把它写成是 A1ERF1 加上A2ERF2 一直加到 注意这个G呢 指到RF2 这是A2ERF2 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SigmaRF2 那么SigmaRF2呢 因为它也在W里头 啊 它是不辨子空间 所以SigmaRF2呢 也在W里头 它在W里头 就可以由它们的线性表示 就可以写成 A1ERF1 加上 A2ERF2 一直加到 AERF2 RF2 那么一直到SigmaRF2 一直到一直到 一直到这个东西啊 一直到这 它还在W里头呢 就是说还可以由这几个 向量来线性表示呢 它就等于A1RF1 加上A2RF2 一直加到 这是A2RRF2 一直加到这 然后呢 到下边这个SigmaRF2加1 我们来看啊 因为RF2加1啊 咱们就知道 它不在W里头了 那么就在别的地方呢 我们就搞不清楚 它现在是什么样了 那么搞不清楚呢 没有关系 反正我知道呢 它肯定是属于V的 因为Sigma是V的线性变换 Sigma是V的线性 它肯定属于V 它属于V的话呢 那就一定可以由这组机来线性表示 所以我们就呢 用它来线性表示 就是把后边这些个向量啊 都用这组机来线性表示 那就可以写成 A1R加1RF1 加上A2R加1RF2 往后边还有 A2加1R加1RF2加1 一直到最后一个是 ANR加1RFN 然后呢 SigmaRFN SigmaRFN 就等于A1NRF1 一直加到 A2RNRFR 加上A2R加1NRF2加1 一直加到 ANNRFN 就是前面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能够搞清楚 它一定可以由 RF1到RF2来线性表示 因为W是无辨子空间 那么后边这些东西呢 因为它不属于W了 搞不清楚了 搞不清楚 但我们知道 它一定可以由这组机来线性表示 所以呢 我们就给它写成这个样 好了 写成这样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啊 就是Sigma在这组机下的矩阵 Sigma在这组机下的矩阵 就是它对应的那个矩阵A 这个A是什么形状呢 这个A就是这样的 这是A1到A2E 下边全都是0 然后呢 这个就是A12第二列 A12 AR2 下边都是0 到了第二列呢 这个就是A12 A12 下边都是0 然后呢 这是这是一大堆数 A12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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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加1 这个到 ANR加1 我们不管了 后边反正是呢 有好多的数 后边都是数 我们看呢 这个矩阵呢 它有个好处 我们把它分一个块 我前面R2行啊 和前面R2列 我在这儿呢 给它分开 分开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呢 就这个 左下角这一块呢 全都是0 左下角这块全都是0啊 那么这个矩阵呢 就变成什么样呢 我把第一块呢 是设为A1 这块呢 叫做A1 然后呢 这个 这块呢 是0 那这块呢 我把它叫做A2 这块呢 把它叫做A3 哪块叫什么东西 无所谓啊 反正就是说呢 我带A的这些地方啊 就不一定是0的 可是呢 就这一块呢 它一定是0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 Sigma 在这组机下的 就这个矩阵 就是Sigma 对应的这个矩阵呢 我就给它呢 适当的做了一些简化 毕竟有好多0了 那我们当然我们希望呢 出现的0啊 它是越多越好的 这是呢 我如果能够找到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这个 不变子空间的话 能够找到一个不变子空间 就能够做到 就能够做到这样一点 就把这个A1和A2 就下边这个地方呢 这个它变成0 那我们如果能够 这个不变子空间呢 如果能够找到的比较多 那又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可以设想啊 这个不变子空间的 如果越多呢 那我们这种形式啊 可能就会更 就更简单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如果啊 我能够找到两个不变子空间 V的两个不变子空间 一个是W1 一个是W2 而且呢 我们考虑它的一种特殊情况 说这两个东西啊 加起来以后啊 它还是V 而且呢 它们两个的交集啊 还是仅有一个0 啊 那么 W1 W2 而且都是SIGMA的 不变子空间 是它的不变子空间 而且V还有它们两个的直核 我们看这样的话呢 会给我们什么好处啊 首先呢 我们来看 我取W1的一组机啊 是 RF 它的一组机 RF1 RF2 一直到RFN W1啊 W1呢 比如说是 是R R为的啊 到RF2 然后呢 W2 注意呢 这样写了以后啊 那么这个W2的机 我就从 RF2 加1 开始取 啊 因为V是N为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到RFN 好 现在呢 我取W1的机 和W2的机 我把它取好了以后啊 那我们 先来证明一件事 哎 什么事呢 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啊 往一块一放 啊 它就是V的机 啊 所以如果是做成直核的话呢 我把这个分别的这个子空间的机啊 我给取到了以后呢 往一块都是一堆就行了 就是V的机 啊 我们来看呢 这个是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要证明这个东西是V的机 那我们就要证明两条啊 第一条呢 要证明它是线性无关的啊 那么它线性无关的呢 我就先写出它的一个线性组合 让那个线性组合等于零 诶 打线零了以后呢 我现在把从从这中间啊 从这给它剔开 我把那一半给它拿那一边去 那就是A1R4E 一直加到A2R4R 就等于负的 A2R加1RFR加1 一直到 减去 减去一个 ANRFN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左边呢 这一堆嘛 大家注意呢 RF1到RF2呢 因为是属于W1的 所以这个呢 属于W1 那这个东西呢 RF2加1到RFN呢 它是属于W2的 所以这个呢 属于W2 大家看呢 这两个向量可是相等的 所以它又属于W1又属于W2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直合的意思就是 他们两个的交啊 是零啊 那么这个呢 又属于W1又属于W2 当然呢 整个的就属于W1和W2的交集 属于这个交集呢 那它的交集呢 因为只有一个零啊 所以它就等于零啊 它又等于零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后半段 后半段呢 那因为RF2加1到RFN是线性无关的 线性无关的 它们线性组合等于零了以后呢 那么就是AR加1一直到AN 它都等于零 那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也等于零呢 前面这个也等于零 因为RF1到RF2是线性无关的 所以呢 这个A1一直到AR就也等于零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线性组合等于零呢 我们推出它们的系数全为零来了 所以呢 RF1到RFN是线性无关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证明第二条 第二条呢 说V中的向量一定可以由它们的线性表示 那我们认取一个V中的向量可C 那么这个可C呢 就一定可以写成这里 因为我们有定理啊 所以V可以写成它们两个的直合 那可C呢 就可以V1的表示成可C1加上可C2的这种形式 其中呢 可C1是属于W1的 可C2呢 是属于W2的 那我们看呢 可C1如果属于W1 可C1属于W1 就可以由这些东西来线性表示 好我们就把它写成 A1RF1 一直加到A2RFR 然后再加上可C2 可C2呢 因为它属于W2 就可以由它们的线性表示 就可以加上 A2加1RFR加1 一直加到 ANRFN 好大家注意 这些A可和刚才那个可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给它加上个P了算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里边的可C就是在V中认取的 认取的可C呢 都可以写成RF1到RF的线性组合 他们 而且我们刚才第一条证明了 他们还线性无关 所以呢 它就是V的G 好 它是V的G了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 这回呢 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了呢 那么就是这个SIGMA RF1 我们来看看 和刚才一样 因为RF1呢 是在W1里头 W1呢 又是个不变子空间 那也就是说呢 SIGMA RF1啊 也属于W1 它如果要属于W1 就可以由RF1到RF2来线性表示 啊 那么同样的 这里边的啊 这里边的SIGMA RF1 到SIGMA RF2 啊 它都属于W1 所以呢 就都可以由RF1到RF2来线性表示 哎 同理 那么SIGMA RF2加1 啊 一直到SIGMA RFN 啊 因为这些RF都属于W2 所以呢 作用了SIGMA以后 因为W2也是不变子空间 所以它们呢 也仍然都属于W2 属于W2呢 就可以由这些东西来线性表示 好 我们来把它的具体表示 把它稍微的写一写 那么SIGMA RF1啊 SIGMA RF1呢 现在就是A1E RF1一直加到A R1 RF2 啊 SIGMA RF2呢 就等于 A2 A1E A2E 那这个就是A1R RF1 一直加到 A2R RF2 啊 这是因为啊 这个SIGMA RF1到SIGMA RF2 都在W1里头 啊 它们可以由RF1到RF2的线性表示 啊 那我们看下边这一块呢 该写成谁呢 就是SIGMA R加1 SIGMA R加1 因为它在W2里头了 啊 就可以由W2的G来线性表示了 所以呢 它就等于 啊 那么W2G呢 是RF2加1到这儿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是 A2加1 R加1 R加1 RF2加1 一直加到 啊 A N R加1 RFn 那么 那么最后一个 SIGMA RFn 就等于啊 等于谁呢 是后边这一段了 就是 A 嗯 R加1 N RF2加1 一直加到 A A N N RFn 好 这回呢 我们再来看 说这个SIGMA 啊 关于这组机的矩阵 看这个A 啊 这回这个A成谁了呢 这个A就成了这个了 啊 就是A1到AR1 下边是0 到第二列的时候 就是A1R 一直到A2R 下边都是0 然后呢 看这一列是0 0 这是A2加1 A2加1 一直到A N R加1 好 一直到最后这一列 前面还都是0 然后呢 这是 A2加1N 这是 A N 好 我们来看这个矩阵呢 它就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我把前面R行 和R列给它划分出来以后 就这一块呀 就写在这了 就拧着给它写 横着 竖着来写 那么到这边呢 这个是0 所以呢拧到下边来以后呢 这些都是0 大家看后边这一块呢 因为前面这些都是0 所以前面这些都是0 那么后边这一块呢 这是个非0的东西 或者说有可能是非0的 我们知道上下两块都是0 那么这回这个A啊 就有进步了 又有进步了 我可以把它写成 A1 A2 0 0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前边啊 就这个A1 是一个R接的 A2是个N-R接的 上下两块都是0 那么刚才我们说 如果呢 我们只找到一个 不变子空间的话 那只能够保证 这一块是0 如果这两个都是 不变子空间 而且它的直合呢 还是V的话 那我们上下这两块呢 就都变成0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从形式上看呢 就越来越简单 好 那我们看呢 我们现在都得到什么了呢 我现在就得到这个 如果V 我给 如果你只能找到 一个不变子空间 那么我就能够 取它的G 取它的G 完了以后呢 再扩充 扩充成V的G 那么A 在这组G下的矩阵 就是这样 A1 习惯上 我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 左下角这一块是0 如果呢 我现在这个V 能够找到 两个不变子空间 W1和W2 而且啊 它们的直合 还就等于V 它们加起来还等于V 这两个呢 这个交集啊 还是就只有一个0 它呢 也都是不变子空间的话 那我们看呢 这回这个A啊 又好一点 这回这A变成什么了呢 就是 A1 0 0 A2 就是Sigma 所对应的矩阵 然后呢 这个 这组G是怎么取的呢 就是 分别取它们两个的G 然后呢 往一块一堆就行了 那么如果进一步的 我们这个V 要是再能够写成 好多个的呢 W1 W2 一直到 WS 比如说是 然后呢 这个中间呢 如果都是直合的话 好 作为直合的意思啊 如果多个的直合呢 就是说它们加起来呢 是V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随便一个W 比如说W1 和其他的那些向量空间的核的交集啊 就是0啊 这是个直合 如果我们要能够找出这么多向量空间的 这个 这个 这么多个不变子空间 而且它的直合是V的话 那我们和这个差不多的啊 和这个类似的 那我们这个A呢 现在应该就变成这样啊 这个W1的这个是A1 W2的这个呢 是A2 到WS这个呢 就是AS 啊 然后呢 剩下其他的块 这个其他的块呢 就都是0啊 其他的块都都变成0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 这能够找到多个不变子空间的直合 那我们这个 这个形式呢 就更简单了啊 简单到这样 其中呢 这个A1的结束 我们写一下 说AI的结束 哎 我们刚才已经看出来了啊 这AI的结束呢 其实就是W1的维数 就是W1的 这个是AI的啊 那这就是Wi的维数 这AI的结束呢 刚刚好是Wi的这个维数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更特殊一点啊 如果我这所有的Wi 如果都是一维的 如果都是一维的啊 所有Wi都是一维的 那我们来看 这回这分块以后啊 就都变成一阶的了 一阶的是个什么东西呢 一阶的就是个数 于是呢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了啊 所有Wi都是一维 那这个就是一个数 这是一个数 这现在呢 是个数 那么其他的地方呢 都是0 那么这种形式呢 我们就认为它是最简单的了 啊 大家可以可以想一下 你不可能比这个再简单了 对不对 于是呢 我们就今后 我们要努力想办法啊 对于一个C个吗 我就找他的一个机 他在这组机下的 那个矩阵呢 就是这种模样啊 就是这种最简单 最简单的模样 呃 当然呢 这个有些东西 有些现象变换是可以做得到的 呃 有些变现象变换呢 呃 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啊 有些做得到 有些做不到 那么我们现在下面啊 我们就要讨论 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机呢 怎么取 呃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对这种现象变换呢 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处理啊 那么这个进一步的讨论呢 我们在下一节里进行 嗯 好 这节课就到这儿 嗯 好 好 适合